你好,欢迎收看4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如 配合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SDGs宣布了17项目标 而花莲县府也在2023年正式启动花莲县的减碳生活行动年计划 由县府领衔推广全民减碳生活风系 要接轨国际展现永续的农业愿景 为了推广ESG减碳为花莲县政府施政重点之一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及县府公车会13号共同举办专题讲座 两种循环经济与ESG减碳作为及云端数位转型抢先布局的ESG 邀请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小坤 以及先行者科技执行长黄宜姐进行分享 现在许多会更出去与讲者们交流互动 并借由讲座鼓励大家减少能源以及资源的浪费 实现永续发展 当时正位听到我们的黄金杰执行长在做一个专讲 然后他在对于我们目前的传统产业如何数位转型的部分 我听了我觉得我应该把他邀请回来花莲 跟我们现在中小企业还有传统产业 一直听到数位转型数位转型 但是我们传统产业老板他只是卖肥料 他只是卖瓷砖 他只是做买卖 但是他如何去做数位转型 他连一个电脑都没有 一台电脑都没有 连电脑的基本去搜寻 或许我们七八十岁老企业家不懂 但是我们怎么样转型 所以这一次我特别请我们行研处邀请我们的黄执行长 来为大家说明我们的产业 如何因应现在世界的潮流 如何让我们的成本降低 而更快速地了解现在我们的产业该怎么做 所以这是今天 邀请两位讲师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每两个讲师任何一个小环节 因为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现在许春会表示因应全球暖化的严重 净铃碳排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发展重点以及选学 感谢宏董市长分享传统产业转型为数位科技产业的过程 欢迎先例一年来推广量农循环经济 一称SG减碳作为现正重点的方向之一 积极推进相关的政策与措施 也感谢黄执行长分享与数位云端科技运用的ESG减碳发展 不仅可以作为各个产业发展数位生产之外 也可以减少碳排放达到永续发展 记得你终于黄执行长